那我的建议是这样子 第一件事情当然是 他如果有打这个任何teamsport的话 我是觉得这个teamsport 如果能够坚持下去要坚持下去 因为teamsport里头学到了很多东西 那第二个就是你几乎没有选择就是 在高中的时候至少要有两个暑假去打工的 几乎没有选择 那第三个就是 你要建立他的核心能力 记得不记得我们讲核心能力 他是学理工的 他是学音乐的 他是学管理的 他想要将来做医生 在这个核心能力里头你就要开始帮他找 在暑假的时候有什么training 有什么camp 有什么大学里头开各种不同的 三个礼拜四个礼拜数学进程 数学的这个先进课程 电脑的先进课程 管理的先进课程 医院的这个学习 然后什么biology 所以这个是核心能力的建立 或者写作的课程 那这个都可以参加 那对将来申请学校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 然后当然就是要每一个暑假至少给他读三四本书 那什么好的书籍就是属灵好的好书籍 然后就是委员的传记 我觉得委员的传记特别重要 因为给他一些启发给他一些鼓励 知道他将来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成功的目标 这个非常重要 然后当然就是侍奉 我们到这个community去帮助别人 去这个学习没有自己只有别人 所以这个其实四个暑假已经填的满满了 他应当没有时间玩video game 所以我觉得说小孩子有时间玩video game 都是那个计划好 啊